如果考试只剩两个月 我还来得及吗 这应该是许多考生内心的话吧 今天这部影片 我想用轻松聊天的方式 给予各位一些读书上的建议 以及鼓励 所以不会有音效或BGM 突然跑出来吓你 各位可以当podcast 安心收听 希望各位focus在听这件事 这也是待会我会提到的重要心法 不管你是转考战士 分科战士 或是正面临其他重大考试的考生们 都会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正片开始 同学在玩的时候 你必须读书准备考试 很孤单很辛苦对吧 你的读书计划完成了多少呢 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 首先就算只剩两个月 也不要轻易放弃 我也当过考生 我完全能理解越接近考试 会有很多很浮躁的情绪 负面的想法 让你读得很辛苦 你可能会因为一两题的看不懂 或算错 就开始贬低自己 怀疑自己 更惨的是 你会开始想要白烂 但你可以换一个角度跟自己说 嘿伙伴 剩两个月 你就解脱了呀 或 嘿伙伴 剩两个月 你离梦想更近了哟 我会用伙伴这个词 是因为在考场上 或是读书这条路上 是孤独的 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就是你自己啊 如果你看过 游戏王与怪兽之决斗 这部动画 男主角的两个灵魂 法老王雅图姆 和武藤游戏 就是互称彼此为伙伴 日文为IBO 好的 扯远啦 我要说的是 抱怨懊悔 在这个阶段 可能是最浪费时间的行为 也会打击过去这一年多 两年多来拼搏的自己 那除了心态的调整 实际上读书这件事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先来谈谈读书计划 好的读书计划 一周必须要有一天的 休息日 那休息日并不是让你 拿去夜冲夜唱的 也不要整天滑手机 休息日啊 是让你调适心情的 你要让你的心跟脑 保持在健康平静的状态 若是平时念书 睡眠不足 你可以拿这天来补眠 若是平时读书计划 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也可以利用这一天 去微调安排 让你在下一周的读书计划 执行上更加顺利 另外 我会建议用这一天去运动 去公园走走啊 打打球 放松肩颈 都比起滑手机来得好得多 相反的 若每天排得满满满 你只要有一天 没达成预期的进度 那那个挫败感 相信会很容易让你爆掉 因此 我认为休息日 是读书计划中 相当重要的安排 再来 千万不要想一次 就把一个科目念到最好 我建议少量多餐 以微积分来说 每天都要有算微积分的时间 半小时也好 持之以恒 让这件事变成一种习惯 当你算到厌烦了 千万不要逼自己硬算啊 你会变得相当没效率 不妨换个科目念 或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 转换心情再继续 但不要跑去玩手机 这会让你的专注度下降 我强调的是 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 养成良好的算术习惯 才能让你走得长久 再来 怎么念数学 怎么念数学啊 我把它分成 上课中如何跟课 跟课后如何复习 两个层面 首先 上课中如何跟课呢 我先点出一个 很多学生都有的问题 上课听老师讲解 跟着老师的步骤 都听得懂 都看得懂 但 考试就是写不太出来 这里说的老师 可以是学校老师 家教老师 或者是这个补习班老师 跟着老师听课 然后当下 虽然有听得懂 但 你的笔记 有写得好懂吗 你要想哦 现在做的这个笔记 是写给 两三周后的你看的 大学生的话 更可能一个月后 才会回来复习 因此 笔记写的 让你自己好懂 是很重要的 这边给个笔记 好懂的建议 首先 算式啊 不要偷懒 尽量不要省去太多步骤 或是算式后面 你可以加上 自己的文字说明 如果是那种 最好背起来的公式 你可以在算式后面 注明背这个字 然后标上当初 证明这个公式的页数 好让你自己想看 推导的时候 就有个参考 我常遇到学生 在复习的时候啊 他觉得自己的笔记很跳 导致算式跟算式间 要想很久 花更多的时间在复习 复习的节奏呢 也因此被打乱 所以啊 多做些文字说明 算式写得完整 会让未来的自己 复习效率更好 再来 不要老师版书写什么 你就抄什么 除非那些你都看得懂 因为有很多人啊 上课的心态 是要把老师版书的东西 全部写下来 他会比较安心 就连排版啊 配色啊 都希望跟老师版书 一模一样 懂不懂 啊 就是其次了 那其实这样是没有效率的 你可能上完整堂课 都不知道这堂数学 在干嘛 你未来复习的时候 就更不可能知道 你在写什么了 不然就会花上你好几倍的时间 你才会想通你自己写的笔记 尤其是大学生 都到这个年纪了 上课不是抄笔记 而是做笔记 你在上课时要专注在 听懂 也就是脑袋 要动的笔 手还要勤 做那种你自己理解后的笔记内容 才是重要的 如果觉得上课中跟不上 可以先拍下老师的版书 下课后再好好的消化 并产出属于自己的笔记内容 做笔记是需要练习的 慢慢来 上课时先把重点放在听懂 再来练习 消化 理解 并产出自己的笔记内容 掌握这个模式 相信会对你的学习很有帮助 刚刚我讲的是上课如何跟课 接着我要提的是 课后要如何复习 有了好懂的笔记内容 课后要怎么复习呢 很多学生明明复习了 考试却还是写不大出来 或是还是容易初心算错 首先 你真的复习到点了吗 复习不是做做样子给自己安心的 你要为了到时在考场中的你 来做超前部署 我就问 你在考场中有写好的笔记 或每题的解答可以参考吗 当然没有 最近有流传着一个梗图 是这样子 要考试了 老师呢就跟各位同学说 考试就要把跟考试 无关的东西收起来 那这时候呢 小明 他迟迟没有把他的小抄 或课本 收起来 老师就说 你桌上怎么还有小抄呢 小明就回 因为这跟考试有关 当然这只是给大家笑一笑而已 也就是当你复习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拿一张纸去遮住你自己的笔记 或者是详解 自己动手做一遍 从看到题目 第一个进入脑海的想法 到写下第一行算式 接着第二行 第三行 一一列出之后 最后推算出答案 这个中间的思考啊 挣扎 纠结 怀疑的心路历程 包括你可能有一些步骤会忘记 或是算错 这才是这场复习大战最重要的部分啊 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在考场中才会遇到的状况 如果你是自认为有复习 但考试还是考很差的人 动手做一遍就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你能自己从头到尾 写一遍 不出错 而不是看数学 单单看过去 觉得自己的笔记写的好合理 或是看解答 觉得都看得懂 但你要记得啊 在考场中 没有笔记或解答可以给你参考的 这些东西只能放在你的脑袋中 也就是复习过程中 每次出错的经验 所以像我拍了很多转学考 微积分的完整详解影片 那大家除了要反复的观看 看熟之外 也别忘了自己动手 从第一步好好的一提一提写一遍 写完了写对了 那个才是属于你的 这就是我给大家的课后复习建议 那如果你这些复习建议都做了 还是考不好 那怎么办呢 很好 你已经能自己动手完整 把一个题目从头写到尾 也都没有再写错 先给自己掌声鼓励加尖 先不要尖叫 毕竟这是podcast 维持耳根子清静舒服是很重要的 那但为何还是考不好呢 这就要提到学数学的目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念数学呢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曾经听过一位补教老师说 哪个学科最没用 他说数学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去Seven买东西结账的时候 店员会问你 一瓶饮料X元 一包零食Y元 问你X跟Y是多少吗 好好好 我必须说 那个老师的举例 其实有满满的吐槽点 日常生活中真的用不到数学吗 我只能说 念数学训练的是逻辑 每个符号 每行式子之间的关联性 整个题目的脉络 才是我们学数学的精髓啊 而不只是算出答案 或是学到什么超神速解技巧而已 我自己是家教老师 我常会把一个数学题目 视为一个故事 它是有前因后果 有起程转合 当然也有一个故事里 最关键的线索 每个题目的故事线 就是逻辑 你抓准逻辑 你也能抓住出题老师的心 所以搞懂逻辑 是我看待数学的核心理念 数学才会有趣 有故事 有意义啊 一个逻辑清晰的人 相信日常生活的沟通 选择 会相对比较顺利 当然吵架也是需要逻辑的 最近不是管理大战 吵得很凶吗 这是我认为 学数学的意义啊 每个符号 每条列史之间的关联性 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 讲出一套逻辑 而不是背处算式 这样相信会让你在不同的题目 会有更好的灵活度 与应变能力哦 先模仿 再改进 再创造 所谓好的读书计划呢 并不是一股脑的冲 应该啊 多听 多思考 多讨论 最后 我想说 会分享这支影片 并不是我多会念书 我只是找到这个读书的逻辑罢了 提出来分享 有些问题 你还是得自己摸索 自己解决 但是 我要让你相信 读书考试这条路 虽然是孤独的 但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你在辛苦的努力 有你 也有我 你并不孤独 还是可以对这个社会 这个未来充满自信 充满动力 把握剩下两个月 找到心与脑的最佳平衡 一起完成梦想吧 喜欢这部影片 可以按个喜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Chen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